OK,这一节我们谈到Skashi I-Skashi 在讲I-Skashi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Skashi的原来的意思 我们念这个几个字是奇怪的 我们都会把它念成Skashi 但是它是四个字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它是一种所谓的小型电脑系统界面 而这种界面在过去以前 PC刚刚萌发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不是软碟啦 它主要是连接硬碟硬体装置 硬碟硬碟储存装置跟光碟很重要的 它可以连软碟光碟印表机扫描器 当时的Skashi的界面 都是属于比较贵的那种硬体装置 到今天Skashi还在用 你去买硬碟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会买到Skashi的硬碟 Skashi的标准定义了指令 通讯协定跟实体的电气特性 OSI就是实体层 连接层 通讯层 应用层 大部分用在储存装置上 因为别的东西更没有 今天来说是没有必要 但是现在企业用的一些硬碟 还会有Skashi的界面 原因就是因为它耐用 它可以很长时间的使用之外 它的效能也比SATA快要 应该讲SATA的效率速度快要接近Skashi 这样子 那现在也没有人会用Skashi来接印表机了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 那以前的Skashi 我们后来遇到的Skashi 都是属于Skashi 3 它是个平行界面的标准 然后当时最有名的Skashi卡的公司叫做Adaptek 所以时间是差不多是这样 在这个年头 Skashi 3在8bit 8美元的线路 有可以到这样的速度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以当时的速度来说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支援plug and play 什么什么的这样 现在都不是重点 因为你不太会用到 除非你是企业用的环境 或是有特殊的需求 你会用到Skashi的装置 要不然以今天的硬碟来说 如果你用了USB 3.0 这件事情又完全不用探讨 可是I-Skashi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I-Skashi I-Skashi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I-Skashi 发音这样子 它又称为IP-Send 它是一种Send Storage Area Network 储存区域网路 但它的基础是IP 所以它的ID是Internet 是基于网机网路跟I-Skashi 3的协议下的储存技术 也就是它的中间的过程 用网机网路来代替 2003年2月11号 我记得差不多在2005-2006年 很多的公司在企业用的网路上就开始 推出I-Skashi的一些应用 到今天I-Skashi可以下来变成Linux的基础服务 这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眼隔 如果你使用I-Skashi的话 它的基本的概念是把伺服器上面的分割区 或者是LV 或是像是类似分割区这样的小单位 透过网机网路分享出去给客户端 客户端收到的结果是 把它变成用I-Skashi的纸系统模拟变成Skashi的硬碟 所以伺服器上面的分割区变成了 客户端上面的硬碟的这种过程 它有三个革命性的变化 原来Skashi 3它只允许你串联15个装置 但是现在它的连线的伺服器数量就没有限制 然后它是透过TCPIP网机网路传送 所以只要网路速度够快 基本上用起来都是很有趣的 它可以做异地备源 也就是你的硬碟是来自于网机网路上 那储存的时候就你断线 这个硬碟就等于到伺服器上 会恢复原状的意思一样 那么它使用的TCPIP的860跟3260 作为沟通的渠道 这是它的Port 860跟3260 然后呢 两部电脑之间用I-Skashi的协议 来交换它的I-Skashi的指令 所以你可以把远端的Send透过网机网路分享出去 这样的好处就是每一个客户端都有它独立的分割区的装置 那这些东西都这些当时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灾难恢复 你可以把一个数据Data Center的Mirror到另外一个远端的Data Center上面 当有一个Data Center刷赛的时候 它可以另外它可以透过网机网路去做复原的动作 那像其他的状况呢 我们就先不用谈 我们来看头影片 什么是I-Skashi 如果我们就这张图来看 我们简单的画一下 你看这边是I-Skashi 你要先认I-Skashi的伺服器 叫做I-Skashi Target Demon 它的简称叫做TGTD 客户端的名称叫做I-Skashi Initiator 这是软体名称 那实际上的服务就是I-Skashi的Service Name 那么我们是怎么去把那个伺服器上的分割区分享出来呢 它还是有一个Skashi的概念在这边 但虽然都是软体虚拟 但是它的概念还是在这个地方 它们就好像在伺服器上假造一个Target 这是所谓的I-Skashi的连线能标的 这个标的是用一个Control Card来假冒的 这是一个控制卡 这个卡上面串接了两个以上的硬体装置或区块装置 区块装置在虚拟机上 我今天等一下所演示的是一种基本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重点在于 它是虚拟机上面的VDB-1 就是Virtual I-O Disk的B 就是第二颗虚拟的硬碟的第一个分割区 然后呢 我做了一个LV 这是我们等一下实验的对象 在伺服器上面 它一个是来自于它的虚拟的硬碟 一个是它的逻辑卷测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张卡上 分享给人家的时候呢 就透过网机网路等于把这个Target 也就是这个东西 直接分享给客户端 客户端要的时候 透过网机网路 所以中间的协定是网机网路 但是重点是 我们是怎么去表达一个Target 在I-Skashi的协定上 它会需要个叫做IQN的东西 它叫做I-Skashi Qualified Name 那它的格式很有趣 IQN. 后面这边是一个年份 再加上月份 然后呢 这后面这是把你的网域名称 Domain Name 反过来写.com.example 冒号Demo 这个Demo是我乱夹的 这是你可以改的 前面 你要按照你所建立的日期跟格式 还有网域的格式去做定义 所以这个能改的几率少 但是冒号后面这个东西是你可以改的 这可以让你在这边做一些识别 你可以写很多字 那么透过了网机网路 交给I-Skashi Initiator 也就是客户端 当客户端 登入了I-Skashi Target Demon之后 刚刚讲这个叫做登入的动作 它就等于连接上了这张卡 因为连接上了这张卡 这个Target 一连接的 就因为这张卡的关系 找到了两个Disk 看起来 在客户端上 就是一个SDA叠 跟一个SDB叠 你看到 这是SD SD的意思是Skashi Disk A 跟Skashi Disk B 像这样的状况 那么 也就是说客户端连线 连到I-Skashi的Server Dark Target上面之后 它就可以在登入伺服器之后 取得两个Skashi的叠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 在这个时候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连串的指令 来告诉你 我们怎么去设定伺服器 在此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两个角色的状况 第一个 这个叫Demo2 这个Demo2它的IP位置是0.16 这是伺服器 伺服器本身 我做了一个LV 这个LV的名字叫做Device Share Disk 1 没有做任何的格式化 它就是在伺服器本机上面的 一个逻辑卷中 同时 在这个时候 它这个伺服器本身 有另外一个硬碟 这个硬碟叫做VDB VDB是VDA的下一个VDB 它的第一个分割器被我列为83 也没有做任何格式化的动作 还没有格式化 所以等一下 我在伺服器上所做的对象 第一个就是VDB1 第二个就是这个Device Share Disk 1 那么 我们等一下要透过YE-WAN 来安装软体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分享对象 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16号伺服器的部分 客户端的部分呢 我在这边呢 已经连上线 然后它的IP位置是250 250 250本身 它的硬碟的状况是什么 Fdisk-L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除了LV之外 就是有三个主要分割 三个主要分割区 第三个是延伸分割区 它没有任何的SCSI Disk 它的硬碟也是VDA 也就是所谓的VirtualIO Disk 那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对象 就是用这个DEMO250 当作客户端去连接伺服器 所以在使用处理伺服器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我们建立伺服器的状况 还有客户端连接伺服器的中间的过程 那你在网路上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很多有关的文件 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用研磨这个东西 这怎么找呢很简单 你只要到Google上搜寻 到Google上搜寻 然后在搜寻的时候 你打的关键字很简单 就是iSCSI跟RHEL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篇 这一篇就是这一篇 这一篇是全中文的 对于伺服器跟客户端都有非常完整的描述 那么它的内容虽然有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但是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OK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不但是新来的东西 而且是在Linux上面架设非常方便的一种应用 它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包含Send或是NAS 都可能会用到它 它是你在网管生存中重要的一个工具 等一下我们就来介绍